重磅 中国神传大动作 推进旗下资产整合 涉及三家A股公司 12月28日晚间 中国船舶集团旗下的两家上市公司中传科技 和中国动力分别发布重大资产重组公告 其中中传科技拟置入中国船舶集团旗下 封电相关资产 而中国动力则将推进柴油机业务整合 中国船舶同步批布了相关公告 中航证券军工行业首席分析师张超认为 2022年是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的最后一年 各军工集团均提出 要加快推进实施三年行动改革任务 提升资产证券化率是其中的关键任务之一 中传科技28日晚间公告称 间接控股股东中国船舶集团 目前正在筹划与公司相关的重大事项 该事项预计涉及发行股份购买中传海装100%股权 中传风电发展88.58%股权 新疆海为100%股权 洛阳双瑞44.64%少数股权 09电器10%少数股权 并以募集配套资金 中传科技的目标是 打造成为中国船舶集团旗下 高科技新产业的多元化发展上市平台 目前公司主营业务仍在 船海业务基础上向外延展 系以全资子公司中传酒院的工程设计 工程总承包等业务和全资子公司中 传华海的船用设备业务 2019年8月 中传科技曾计划以21.1亿元 收购控股股东旗下海英集团100%股权 注入水生探测装备和各类电子设备的研制 生产和销售业务 但因标的持续盈利能力存疑 开重组是向当年11月被证监会否决 今年7月2日 包括中传科技 中国动力在内的9家中传系公司发布公告称 英国务院国资委将其控股股东的全部股权 无偿划转至中国船舶集团 中国船舶集团将成为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